2018年9月6日第23届三星杯世界围棋大师赛 结束了小组赛决胜轮的争夺经历过手 日的外战11比5的大喜和次日外战1比5的大背后 今天的国手们恢复正常实力包括科捷 联校在内的6名中国棋手 晋级最终中国棋手在本届三星杯16强中占据10个席位本轮 共有策队组合延续了小组赛 首轮对战结果非常巧合的都是复仇者在天心恨中国等 级分第二联校VS韩国等级分第三金智希一战堪称今日重头戏 不局阶段直黑的联校战据主动到黑旗在左下角的战斗中 未能走出最佳变化 联校随即在左上角剧出连环 妙手应得有误的金智希放过本局的第一次减明优势 不仅目数暴亏还给黑旗左上打 龙流下一个至关重要的眼卫 顽强拼搏的金智希通 过右点的一串强手正的打结机会 联校寻结被无视后被迫回补 金智希近乎无条件打零杰争然而再度拿到优势 金智希又再次第一时间把优势放送白旗在下边连走两手 被黑旗抢到右上角力收拾于目前关系到全局厚薄的大关子联校 再度拿回优势然 而此时黑旗也仅仅是稍好而已 面对金智希执着的追赶联校 以强硬回应完强读秒钟 对双方的关子和目数判断都是个严峻讨厌 幸好联校发现了一条四眼时镜的取胜之路 黑旗以左上大龙为筹码主动扑结 结断上边数颗白旗 最终黑旗万节不应白旗在右下连走两手 活脚惊天转换后差距竟依然没有拉开但关子锁 胜无敌黑旗的胜利已不可动摇 最终黑旗以盘面巴木结束了这盘精彩分成的对决 另外三盘复仇战复仇者们几乎近在一段时间 内看到了胜与女神的笑容首轮脆败的王源 均今天发挥的可圈可点 直飞的柯节始终无法拉开差距 最后的关子白旗错过以路点 可妙首颗节堪堪以一目半的优势 胜出李逝时 同样在中盘阶段一的风生水起难和三星 非连续三天的赛程严重 考验着老将的体力最终被淘心 然双杀吕日寒一老将柳时薪 显息爆出冷门 然而关子必然是每一位老将的噩梦最终 李湘宇同样以一目半的优势双杀对手 唯一一盘中国内战上界次强同梦成击败陈子健 晋级失明俊在此前三度三胜自己的范月若面前 终于开湖成为本轮唯一获胜的韩国 骑手两盘终日之战 孤子豪蛮力降服进来 势头生猛的只野虎娃 谭笑得在开局大好的情势下务中 景山魔法被对手不拆编围 且六路击空景山玉太顽强 则为日本骑手继续 保留着出现火种本轮战罢口 立即进行了16强抽签仪式 我猜大伙儿看到这里 已经特不及待了闲话少说对战如下 第二十三届三星杯世界围棋大师赛本赛十六强 对战同孟城VS 施民俊科捷VS 姑子豪 莲笑VS 崔京 杨领新VS 安国炫堂梅新VS 陶欣然 李兴豪VS 景山玉泰谢尔豪VS 普亭桓李祥宇VS 深珍虚小组赛第三轮赛果如下 A组 姑子豪中 少之野虎丸日 普亭桓 两胜晋级晨要夜中 两败出局B组 陶欣然中 圣李适时 韩崔京韩 两胜晋级十月中 两败出局C组 陶梦成中 圣陈子建中 安国宣 韩两胜晋级 徐凤诸 韩两败出局B组 科捷中 圣王源军 中国台湾谢尔豪中 两胜晋级 腾富康 马来两败出局E组 范韵若中 副申明俊 韩李宣豪中 两胜晋级 罗玄 韩两败出局F组 莲笑中 圣金智熙 韩两败出局C组 韩两败出局H组 韩两败出局H组 李祥宇中 圣柳 时薰日申真 须韩两胜晋级 乌光亚中 两败出局